一家人自驾一次318穿的南线需要准备多少钱,又应该怎么走呢? 又到了自驾进藏最火爆的时间了 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适合初次进藏的,最安全的 每天都能够有低海拔落营地的详细的自驾进藏攻略 视频会比较长,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第一天呢,从成都出发,前往康定 全程是226公里,用时4个小时左右 在成都呀,吃好喝好,做好不挤 因为沿途中确实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美食了 也可以在成都招募队友一起进藏 中午呀,可以在雅安吃一顿雅鱼 然后穿越二郎山隧道 带着孩子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卢定河 大渡河铁座桥去看一下先被战斗过的地方 之后便来到了第一天的驻车地,康定 海拔是2395,不会高反 康定城的夜景很美,不要错过,朋友们 第二天,康定到雅江,150公里 预计三个小时 出康定的第一站,就是入葬第一座雪山折多山崖口 海拔是4298 几乎常年都有可能下雪 一般海拔每上升1000米 气温都会降低个五六度 从康定开始就要增添衣物,注意防寒 高原一定注意,千万不要感冒 翻过了折多山 下一站便是摄影师的天堂 新都桥,海拔3530 从此往北呢,可以到达塔公草原 陌生公园,都很漂亮 往西经过高尔斯山隧道 在高尔斯山的老崖口呢 特别适合观赏贡嘎尘山 接下来便到达了第二天的注册地雅江 海拔是2530 绝佳的低海拔休息不及点 第三天,雅江到巴塘 约300公里,五个多要时 这一天的美景特别集中 第一站便是著名的天路十八弯 然后经过简子弯隧道 卡兹拉山崖口 到达世界高城礼堂 此处的海拔是四千 很多人都是在此休息产生的高反 所以咱们打卡后继续出发 由此向南可以经过道成雅丁 向西南呢,可以走隔年南县 咱们直接向西便会经过 川西最美的草原,茅亚草原 翻过海子山 打卡紫妹湖到达巴塘 海拔是2580 适合休息 第四天,巴塘到如美 160公里,四小时 经过金沙江大桥 便正式到达了西藏 到达了川藏县与丁藏县的交汇处 芒康 这里的海拔是3875 咱们继续向西,晚上住宿在 南昌江谷底的如美镇 海拔是2650 能睡个好觉 第五天,如美到巴塘 300公里,六个小时 今天会路过海拔508的 东达山崖口 还会经过无数人 想要履职的陆江72管 还有纪念英雄的陆江大桥 沿途虽然地势险峻 但是路况都很好 任何的车辆都可以通行 晚上住在巴塘 海拔是3200 第六天,巴塘到波密 220公里,四个小时左右 第一站就是天空流下的 第一滴眼泪,燃乌湖 此处也是丙茶茶和川藏县的交汇处 由此往南还可以去往来谷冰川 往西,经过网红洗车点 咱们到达波密 海拔是2725 在此修整 由此往南呢,可以到达莫托 第七天呀,波密到林芝 240公里,无要值 沿途可以打卡通麦特大桥 中午到卢朗吃一顿 必须要吃的石锅鸡 在斯基拉山口运行好的话 可以远眺南加巴瓦峰 晚上住在林芝,海拔3000 气候很舒服 第八天,林芝到拉萨 390公里,四个要值 免费的林拉高速直达拉萨 海拔是3600 经过这一路的适应 拉萨的海拔已经不会让你高散了 整个全程下来是2258公里 预计人均要花费3到5千左右 不要以为西藏的旅程已经结束了 其实才刚刚开始 我的小光车里给大家放上了 最新的西部自驾攻略图 上面标注了整个西部地区的 所有的路线 景点 海拔 距离 路况 而且还有加油站 充电桩 补给点等的位置 再让他去西藏就不用求人 也不用跟团了 所有的内容都能够一目了然 赶紧开始你们说走就走着旅行吧 最近我也在准备去西藏的行程 7月份 咱们可以在318的路上见 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自行组队 在最好的年纪 最好的时间 一定要去趟西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